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那个老头得了癌症 临死之前良心发现 想赎罪把真相说出来 并且已经与检察官接触 还愿意出庭作证 那样的话 他们两人就是死罪 同时要求他把老头杀掉 成功后可以帮他要回女儿 他就见过老头之后 感觉没有机会 却意外认识了老头的护士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就成了情人 回家后 母亲希望他找个正经工作 不要整天在外面跑 他不想说出实情与父母产生了矛盾 同时逼他尽快把老头杀掉 如果不能就把检察官杀掉 他深夜来到检察官家里 试了几次也没勇气开枪 这时 死者的弟弟找到他 说检察官问了他哥哥的案情 准备重新调查 他也坚信哥哥不会自己躺到铁轨上 肯定是有人故意把他放上去的 出来后 同事逼他尽快动手 否则就杀了他父母 他想到一个办法 让一个妓女去勾引检察官 然后拍下视频威胁他 那样检察官就不会起诉他了 妓女的前男友赶来 与检察官争吵后被打死 等约翰赶到现场后 发现录像机也被拿走了 他立刻回家 想带着钱离开 母亲把钱藏了起来 在他找钱时 看到父母与女儿的照片 才明白 原来一家都不相信他 都躲着他 这个时候有人在外面开枪 母亲中枪被送进医院 他又来到女友家里 告诉了女友真相 女友第二天就把老头杀了 没想到被老头儿子发现 也把女友杀了 还把他带到野外准备杀掉 关键时刻 死者弟弟赶到把老头儿子杀掉 因为老头父子才是杀他哥哥的幕后真凶 他也中枪 很快就死了 这时 约翰接到同事的电话 说 昨晚检察官在路上出了车祸 这时 他们已经安全了 等他回去后 inadequ出十项 父亲却把他杀了,父亲认为他是个灾心,不思进去屡教不改,只会给家里带来灾难,只有他死了,家里才会平安。 这是一个关于命运的故事,约翰出狱后想重新做人,但周围人都不给他机会,同事逼他再次犯错,父母骂他不务正业,根本的原因是他之前犯了错。 在他看来,这是小奸小恶,现在想要弥补,但为时已晚。